嘉尼漁丸 一起游玩 嘉尼漁丸 欢迎回来宣嘉尼漁丸的直播现场 马上为你们带来的是 Madison 刘翰杰 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小蝴蝶》 《小蝴蝶》 《小蝴蝶》 夜 烛网到处遍布 我栖息在高谷 无限接近你是才能收到幸福 我知道是虚无 知道何处是归宿 用飞行一生来说走我的全部 耳朵 轰扰在你的眉前 耳朵 轰扰在你的指尖 我凭着直觉找自由世界 遍布在生命与繁华旅言 围如你的梦里作前 是浮世夜夜鼓起 如你的梦里闪花 浪漫时代落叶 遍地覆盖住我的身体 渐渐渐融入大地 飞行时的规矩留下了 和我的美丽 如你的梦里悲狂 风似虑 风似虐掌扎扎不行 如你的梦里心中 穿了日月月下和你 愿意在下个冬季 我会再找到你 讨厌之地 繁华漣漪 随我一起 隐喻渐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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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們帶來第四組表演的 由依賴雅徐凱 帶來的歌曲是 明知道 好 好 好 我選著落魄 難道是你我 最後下落 你床的日落 卻一再冷落 在身後的我 明知道 不一定會見過 明知道 我能理事相托 你躲在心裡已跌落 要我怎麼逃脫 我能繼續生活 都已不錯 明知道 分離才是結果 明知道 傷感是成解脫 你離開時我多冰濁 我還不停衝破 我的體驗 在你臉前進 地球就破 明知道 我們沒 愛過 謝謝 真的 真的 非常好聽 不愧是 拿過很多獎的歌手們 真的 所以大家要看到 我們在這一檔節目 歌手崛起巴的表演的話 很簡單 明天起 每逢星期六晚上八點半 在AZRO AEC頻道 306 AZRO GO SUKA ONDEMAND 都可以點播收看 而在晚上九點半 大家也可以去到 SEN的YouTube頻道 看看 明天就首播了 所以要記起來 那他們唱歌都很好聽 是的 唱完歌也是有問題 要問了 你才要問歌手 我問第一個問題 是不是都人覺得怎樣 問問題 不是到我唱歌咩 你要唱 可以 來個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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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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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來個A- A- 他們唱的肯定好 所以你看完這些傳統歌手的實力 之後終於明白 為什麼網絡歌手不敢來 A- A- 這跟他講嗎 不是我們說的 沒有啦 沒有啦 然後就要Tank那些網絡歌手 是不是 真的 真的 唱現場的魅力是沒有辦法 用言語來形容 太舒服了 那又問回歌手你們了 其實有什麼原因 讓你們會想要參加裴勇製作的這個音樂節目 應該是裴勇逼你們的是不是 沒有 因為 上裴勇節目會紅啊 所以要上一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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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ta 哇 我们来玩 运气很重 只有捷银这样子还是全部人是这样子 基本上一般的传统歌手运气很重 我觉得裴勇认识捷银 可能都认识 但是比较熟的可能 菲云和夏美如熟一点 我比较好奇的 Ryya Madsen 还有 Madison Madsen Runch 还有车子 可能没有这样熟 你教他们又很愿意上 为什么呢 因为会红 你的 你的 他的英文的Action 很糟糕 没有 很有Curve Point的Feel 我怎么办 没没没 OK 我们先听听车子 为什么你会答应上这个 因为他可以开Franchise 这边最需要乘流量的是我 就没有的那个 所以就想说 这个时候的确 就跟那个节目的名字一样 歌手 是时候要崛起 不过我先 跳个认真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个名字 跟杰英刚才讲这个曲的蛮好的 就是歌手不只是传统 或者是网络的也是歌手 因为对我来说 歌手本身就是一个转业 他只是 比如说今天是网红歌手 他只是在网络出发的歌手 那我们传统的是 只是因为我们是从传统的方式 出来的歌手 所以其实我们都一样的 我们都有着一样的功能 一样的Skill Set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让大家看一看 所以其实简单来讲 音乐没有分边界 没有分离于我 那Madison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让更多人 就是寻找更多同频的朋友 对 那你自己本身 参加这个节目的之前 懂你要参加了 你知道有哪一个歌手 会出现在这个比赛没有 哇 当时候其实有蛮多的 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确定的名单 是很多 其实这个节目跟这个邀请的方式 是很神奇很好玩的 我是亲自打每一个人打一通电话 每个都聊一个小时多以上的 所以他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一直跟他们强调 很多人都问 如果我来的话其他歌手是谁 我就尽量不透露 所以他们是真的到了一个时刻的时候 才知道名单是谁 所以明天看歌手崛起吧 他们的第一反应会是非常真实的 那Uriah我想知道的是 你之前有上过音乐有你吗 是啦 以前是那个武夫林们 之前是朋友 现在是战友 那这一次啦 对理他们 他们做对手啊 你有没有来担心还是什么 没有啦 其实各自比各自的啦 反正只有你拿过奖 他们没有拿过奖 我说认真的啦 其实我觉得音乐是一个 需要有这个交流 才会有进步 所以我觉得来参加这个节目 有很多歌手 我觉得学到很多东西 加上看到培勇这个制作的这个 这个能力很强 哇 我刚才在门口都有塞钱 真的 培勇如果是厨师的话 他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 给钱 来来来来 谢谢你们 那听不下去了 听不下去了 我们没有听那么多 是是是 那刚刚我们有说嘛 有五组的表演 我们听了四组 还有一组的表演 待会回来我们再听听 现在先进一段资讯广告 然后带回来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炫的社交媒体 对不起 投票 回来再唱歌给你听 欢迎回来炫加你愉弯的直播现场 马上有请赵佳英 为我们带来不敢哭的人 AKA 是不是我很早 才不配一个拥抱 是不是不够好 不值得用的美好 想做都做不到 一切照顾余的我好想走 找不到个依靠 自己敢一座承诺 只要心还在跳 我就不会被打倒 刺自己的轨道 不用跟谁比着我做 做到 我变成了不甘苦子人 抵护着一身泪泪伤痕 忍住的泪躁于湿透了灵魂 比平凑凑的人生还一时不舍 我变成了不甘苦子人 口笑着在大雨里狂奔 其实这世界对我不算过分 是不是凭了命来还一种 真相满身伤害 如今儿小月的你 你一路适应 我也只能 你只能 我还是想 我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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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淚掉下来了 原来这个唱歌是很紧张的 真的 那大家你们看完了五组的表演呢 记得记得现场朋友啊 看着直播的朋友啊 这些电视前面的朋友 你们都可以去到XUAN Shen的IG story那边去投票 选出今天你们最喜爱的歌手 那投票的时候呢 我们要来八卦了 你懂哦 家里渝丸是最八卦 最八卦的歌吧 是你啦 是吗 没有 这个你最八卦 因为有MAT在 那你要Bub什么 那我刚刚Bub到一半哦 就要看广告嘛 我要继续Bub下去 你们可以各自讲一讲哦 看到十组的这个歌手之后 有没有认为哪一个歌手 特别容易被打败 我们先讲 你就觉得I'm gonna be It's okay的 可以看看讲了 有吗 大家有人不跟你讲 那最不想PK到他的 最不想PK到他 最害怕的 因为我跟他很朋友 我真的可以讲 我最不想PK的人 也觉得感觉上可以打败的人 就是Dani许家里 因为很朋友 很朋友 我只能讲到这里啦 真的真的 因为不能透露太多 OK Shen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在这个节目里面的表现 有让我们 哇 这样子呀 他们觉得我最不想抽到 应该是车子吧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会 整辆车装你啊 整辆车粘过 你知道吗 哇 刚刚听到他那声音有没有 整个像是 他是重量级歌手啊 我的 哪一方面的中量 都是啊 你要叫重量级 为什么那个手 中央级 中央级 他们的重量级行动是这边的 不要再继续摆下去了 如果是我的手刚才抽紧 然后不赢了 就是我最不想抽到的是 PRISCILLA 蔡依妮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唱歌一直来都非常稳 对 所以其实你跟他PK 你会觉得 他就是稳稳在上面的 所以你不用 他完全不用担心 是我需要担心 会被他气场给压到 对 而且他是傻大姐的感觉 我给一个很官方答案 我觉得PK很厉害找歌手 全部都很厉害 你是不是说我的钱 你是不是说我的钱 到底多少钱 中央级的内容一直这样 我知道了 我怕去P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们风格很不一样 然后 所以比较的话 可能他们很气氛派的 然后我是3P3P 然后我是很比较抒情的 对 所以感觉 好像如果现场的那种 表演的那个魅力 可能会输一点 是 他已经尽力了 你放过他了 就放过他 他已经官方的很厉害 对 我们问最后一个 Medicine 汉杰 我最想抽到的是 Jain 最想 对 最想PK 因为我十多年前抽过他 哇 而且那个时候我就被他打败了 对 到时候不小心赢了 哇 不小心赢了 不小心赢了 可是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个真的很官方的 可以啊 我真心讲的虽然很官方 因为裴永找来的这十组歌手呢 讲真真的都很厉害 你会觉得你在 你是其中一位已经很 有种感觉 Malaysia Talk Fan 我不敢讲 其实我们有为你们准备的 我刚刚不说了吗 在座的传统歌手都比过赛嘛 所以其实你们看一看 那个后面这个荧幕 是有你们比过赛的那个样子的 不要看了 对 你们喜欢比过赛的那个样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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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算是比赛吗 我们 对 反正呢 其实还有很多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啊 哪讲的画面哦 我是看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明天看歌手崛起吧 你们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画面 是 你们没有问到车子他最怕谁 车子没有害怕任何人的 车子是在顶风吧 对 我想要知道 他是怪人 他怕山顶的风太凉 老实说 啊 哎 我 没有 我还没有到要就是 要害怕的感觉 我没有 对对对 哇 哇 所以他只看了 你看车子没有害怕的感觉 对不对 让我让我组织一下 别说 别说 我自己解释一下 应该是这样讲 呃 我呢 对我来说我来这个节目 还是比较自私一点 对 希望我的东西被看见 嗯 所以今天不管谁 摆在我面前 我真的 还是需要 对 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是 这个是比赛的精神 对 对 尊重我的对手 我的对手 尊重 勾强 就是因为我认同他 所以我才出 出权力 不管是谁来 我就是要 如果是要打过票 车子呢 就讲没有人在 还会以他自己 来个担斗精神去打对方 对不对 那哥也听过了 投票也投完了 现在关键时刻到了 我们要公布成绩了 Are you ready? 经过现场的投票 歌手崛起吧 Cross Over 炫家里鱼丸 观众投出 最喜爱的歌手是 赵婕颖 恭喜 谢谢大家 来 颁奖 如果 没想到 什么奖品 如果大家看到他们的表现的话呢 明天就能看到歌手 崛起吧 这一档节目了 在新月二号起 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 在AZROAC频道306 AZROGO Suka On Demand 点播收看 晚上九点半 你就可以透过 Shen的YouTube 看到那个影片了 他们会再隔一个小时 播放在Shen的YouTube 可以啊 那最后最佳一个问题 制作人培勇 最近除了忙这一档节目 你还有忙一个的 就是 Cookootopia 十周年 庆的音乐节 没错 那接下来呢 就真的是有机会的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来到 这个Cookootopia 十周年的音乐会 那它确实真的是 很好玩很好玩的一个音乐会 除了可以看到很多 很优质的本地歌手以外 还有我们的 韩国OPPO 哇 我们可以直接透露是谁的吧 对不对 可以已经出了 TOSER已经出了 就是我们的 OPA 我们有谁 健秀 对 没有错啦 Tomin Junsi也会来到现场 OK 另外的 My FM Big Show 好玩乐园也将会在 星期日播出 我们先看看之前跟其他艺人 玩游戏的片段 再看片段之前 还是要跟大家讲 Cookootopia十周年 庆音乐节 将会在11月16号 Sunway Lagoon Surf Beach举行 我们再一次掌声 谢谢我们的歌手和制作人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哇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